Hello 大家好 本来这一期视频呢 我 我录的 这是第三次录的 我每每说的一半 我就 哽咽了吧 就没有办法 再说下去 因为这一期 非常的沉重 我先说一下 在美国的中国人呢 就说许多人呢 一谈到说美国 华侨华人就觉得很牛逼 怎么样啊 在美国都能混下去啊 包括我看国内有一位 他认为啊 说你们能在美国 混下去都是有厉害的人 实际上 我跟你讲 不要认为 在我以前 我以前在中国一直觉得 靠 能去美国呢 在美国混了 拿到身份了 绿卡的不都是那种有钱人啊 非富其贵啊 错了 恰恰相反 在美国的华人 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 都是干普通的工作 我说过 我说过就是华人老三样 然后 如果说 就那几样 然后要么就是中介 各种中介 房产中介 律师中介 庇护中介 身份中介 都是各种各种的嘛 你懂的 就是那些中介 然后 技术含量高了 便是北加州的 这种公司里面的IT 算是技术比较高了呢 但基本上都属于 民工水平呢 基本上都是 都是属于民工水平 就是IT行业里面的 民工 因为他们跟印度人的 竞争关系也比较复杂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明白了 其中的辛苦的 自然就懂 有人说大圣 你怎么知道了 我知道的信息 比你多得多 因为我的观众 什么人都有 他们都会向我 就是说 袒露他们的心声 他们在美国所遇到的 许多的东西吧 就是将来我收集到 大量的人的第一手材料 而且许多人呢 正因为我这种 比如说YouTube 这种主播啊 或者说 一个公开的演讲者的身份 许多人他会跟我分享他 内心深处的东西 他可能跟他老婆都不讲 真的 他可能跟他老婆都不讲的话 他跟我讲 他会讲 哎 在美国 或者说在澳大利亚 在日本 这么多年 怎么过来的 怎么这种心酸 就是说香甜苦辣吧 酸甜苦辣吧 就是说 真的很惨 真的很惨 我记得一位在日本呢 一位留学生吧 但他是十几年前的留学生呢 他当时 跟十几年前 他当时跟 东京的一个叫李小木 就是暗内人嘛 手里面干 他当时是中国的大学生 就日本的留学生 去日本留学的嘛 跟李小木干 然后他也跟我讲了许多 就是中国人呢 在日本的红灯区里面的一些 他扮演的一些角色 后来我 我也 就是他今生经历的 后来我也想了讲 哎 中国人也是很可悲啊 看来在日本混的 也 也是属于低端了 低端了 基本上 都是 哎 中国人都低端了 不过忘他 其中还有一位 啊 哈 我要向你问好啊 那一位 还有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 实际上中国人 在日本 跟那个在美国 基本上都一样 都是属于 本地人不干的活 你干 基本上都这样 另外一位就讲 中国的 女的就是 包括男的 他这个结婚啊 包括性啊 包括许多的 东西吧 他亲身经历的 包括他啊 他还嫖娼啊 那个人跟我讲啊 哈哈 真的 他在日本 很可悲 中国人很可悲 他在日本真实的历练 他要去嫖娼 他要嫖一个日本女的 他要去嫖娼 真的 他嫖娼一个日本女的 他当时日文也会了嘛 他嫖娼一个 他会 他要去嫖娼一个日本女的 结果 他嫖娼一个日本女的 是一个中国人 是一个中国人 故意装成日本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想中国人多么可悲 他故意的 他故意装成 因为你知道 反正那嫖娼做爱 就是 就几句话而已 中国人 中国人跟日本人 所在那画个妆 怎么用 你也分不出来 反正在床上 就了几句话 对不对 但是他 他 你就是卖个高价 都要装个日本人 才能卖个高价 哈哈 中国人是多么的可悲啊 真的 当然这我不是说 我也是中国人 正是因为我遇到这样的 我的同胞 过得如此悲惨的 人生 我感觉到很 悲伤 假如说你是越南人 我倒是没什么 或者说柬埔寨人 我倒是没有多大的 那种 共鸣嘛 但是我作为一个 跟你一样 是个中国人 其实我看到这些 人间的悲剧吧 我是很悲伤的 真的我是很悲伤的 海外的帮华人 像美国的都很辛苦 都很辛苦 每一个移民背后 都是一段 血泥死 毫不夸张 毫不夸张 就为什么呢 我想来想去 为什么 比如说有好多人 什么骗庇护 就是说办庇护啊 被律师给坑啊 怎么样啊 这些东西我如果办身份 不许多东西 这还是小事 为啥 因为你在人家美国的 或者说到加拿大 到美国叫阿尼利亚 你要想要怎么赚钱 因为你每天都要赚钱 你养活自己啊 对不对 你不是说身份 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事情 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了 对不对 几乎一样 华人干的都是什么活 都是本地人不干的 中山馆 装修 什么 就那个 立脚 按摩嘛 你一讲呢 按摩是什么 干按摩法 按摩那么老 就那黑人 当然老黑啊 我们讲墨西哥人叫脑墨 我们没有歧视的意思 我们就讲啊 按摩 那按摩店里面好多人 中国的女的吧 是四五十岁的 好多啊 四五十岁 当时我遇到一位 他也是跟这个行业接触比较多了 他跟我讲说 这美国人也是奇得怪的 这女的都四五十岁的 这美国人他 他还感兴趣 可能这亚洲人不显老吧 这我就不太清楚 你想一想多么的 作为一个中国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嘛 为什么我们来美国 或者说去国外吃苦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嘛 我们国家是贫穷的嘛 我们的国家是独裁的嘛 对我们国家是共产党专任的嘛 我们的国家的老百姓 生活水平是极差的嘛 所以才愿意到美国来受苦嘛 我再讲一个 中国的偷渡到法国呢 有一年十几年前了 然后呢 这些人就想就要在美国 法国办个身份嘛 然后法官就开始 当时 律师帮中国这帮难民啊 偷渡的也是真的是难民 辩护 当时的律师说什么话呢 感动了法官 然后给这些人身份了 然后律师说 律师说什么 说这些中国人千里迢迢来到美 来到法国 只为了过上 天上有飞机的 天上有飞机的 警察的 应该警察飞机 他说这帮中国人呢 千里迢迢来到法国 就 他只为了过上什么 过上比法国穷人 还要低的这个 生活 就比法国穷人这个生活水平 还要低 他只愿意过上这样的生活 就他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中国人已经很满足了 等一下他千里迢迢偷渡来到法国 他只为了过上 就是比法国穷人 还要穷了这个生活 他就有一个这个愿望 他希望法国人能够成全 这些中国的偷渡 这些人 你看 华人呢他又 中国人呢又开始互相歧视 你看 那些坐飞机票过来的 歧视他帮偷渡的 哎 怎么样 我就是坐飞机票过来的 我就不歧视偷渡的 歧视什么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的我们的命都很苦嘛 说白了 对不对 你甭管你是有钱没钱 你只要是背景离乡 说白了 你他妈的都有 都有苦水 都有 不幸 对不对 那美国的富豪有几个背景离乡移民呢 日本的富豪有几个 背景离乡移民呢 你告诉我 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敌爱 中国的敌爱 背景离乡 我再讲一个 我再讲一个 我的朋友 这个一个观众嘛 刚下飞机 就说要来打餐馆 因为美国这边打黑工太多了 我说的都是死话 打餐馆 然后他就 一进餐馆 怎么办呢 刷碗啊 就这个他们叫 打杂 就切菜 或者说刷碗 实际上到了中国的 到那个中餐馆里面啊 你刚来吧 就是老板叫你干啥你就干啥 他不是说 叫你去切菜 你说你的工作就是切菜 不是 老板觉得你呢 就是说哪里忙 就叫你过去 帮忙搭把手 就这样啊 但他主要工作呢 他说是切菜 还有刷碗 偶尔帮个忙嘛 他当时 干了能有一个星期 直接就他妈的跟我说 直接就 就没法干了 当当时真的 他说 太惨了 他他他他不理解说 在那个中餐馆里面 那些中国人呢 他们怎么干下来了 他干了一个星期 直接就不干了 说是在美国钥匙他妈的 他跟我讲说在美国钥匙 干的都是这种打餐馆的 他说他真不干了 就是真 他不想跟餐馆产生关系 不想跟餐馆产生关系了 他干了一个星期 因为他当时本来忍着两三天可能就要走 但是太不像话了 你干了两三天你就走了 我干一个星期 哎呦我操 后来被迫 自己实在受不了 他就他就走了嘛 好 走了之后跟我说怎么样 他就干别的工作 我说你这送外卖啊 或者说 就是送外卖 刨快递 或者干装修什么东西八糟的 反正他在美国也转了转 估计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办庇护了 我说实在话 可能你是看 看我视频的 可能 我记得你 但是我这个 因为我这个内容里面实在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 就是干装修的也很惨 哎呀真的中国人 而且吧 中国人还有一种什么思想呢 就是说自己不是干装馆 自己不是干装馆 我在中国我就干过餐馆 在中国 保安我也干过 都干过 我们都是一样 都是劳动人民 都是穷人 而且中国有什么呢 自己他妈的稍微好一点 而且他自己还不好 还瞧不起别人 你知道吧 中国人 有的就稍微告别了餐馆 刚干别的了 因为瞧不起自己干餐馆的 就好像自己没干过的呢 就直接就 你说这中国人 这人哪 真的是 对不对 干装修的 刚刚不干装修几天 直接就瞧不起干装修的了 自己好像就没干过装修的呢 是不是 开卡车也很累 开卡车 美国所有不会英文的工作里面 开卡车是工资最高的 好 开卡车一般情况下 那这个六七千美元嘛 正常工作量 顶峰大概是一万两千美元 我因为我有观众啊 干这行 就顶峰 顶峰就是开solo 就是一个人 A点到B点 B点到C点 C点到D点 就全美国跑 本土48周 几乎一天都不停 他说这个一万一万两千美元嘛 顶峰顶峰啊 真的惨到什么程度啊 我跟你讲 开车有多累 我以前觉得卡车司机还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我干了完 我开完车我就知道 我自己开了那个小汽车 真他妈累 搞到家的 我开了上次 我记得开了六个小时吧 一天啊 直接给我他妈整个疯掉了 那天我刚到那天晚上我刚回家 我七点多钟 送我哥到Cirito 然后七点多钟我就回来睡觉 基本上我也没吃饭 那天我基本上没吃饭 我就睡 我睡到第二天八点 我睡了相当于十二个小时吧 就累死了 真的是 就开车真的是累人 太内人了 你看他比如说干了IT的 那也是跟他印度人竞争了 对不对 不光光 之前我的观众里面 我观众里面都有留学生啊 干了IT的 就是 包括投资移民的 还有搞什么偷渡的 都有都有 都有 我观众里面什么人都有 你 所以我说过你各行各业 基本上套路 许多观众都跟我讲明白了 也没啥套路 可以 都是 都是在美国混的中国人 你天天跟我藏着椰子干嘛 天天啊 有啥意思啊 对不对 之前那哥们 在那个墨西哥搞偷渡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价格 走地道 五万美元 只要你人到墨西哥 那哥们他是搞偷渡的 五万美元 就走地道 别的他不好 他包你就是从地道 从墨西哥走到美国 走地道 就你人到墨西哥 五万美元 就你人到墨西哥 然后你跟他说五万美元 然后他就把你从墨西哥 走地道送到美国来了 百分之百安全 你看这种人都 都跟我进行了沟通 在美国华人客汉客 我什么 什么没沟通过 啊 对不对 那家伙在那时候各行各眼 是好是坏都有 那个留学生 当然有那个有钱的留学生 也有穷的 家里面就是说 砸锅卖铁供着一个 熬日女儿来美国留学啊 怎么样啊 也有啊 还有我再说一个 不要大家不要模仿啊 怎么搞身份 怎么不要模仿啊 一个 比如说 我们讲犯罪集团 经典案例 犯罪集团 他把中国的女的 中国女的半个旅游签证来到美国 然后来到美国干嘛呢 就是 卖银 卖银 华人的价格 像按摩店啊 华人的价格就是 带有色情服务的 华人的价格 80美元 要么120 要么88 白银的价格是 200美元 或者150美元 200美元 或者100 我不记得不清了 大概是这个价位 你就记住这个 然后呢 然后 当时就是 这些分队集团啊 他不一定在美国啊 他们是全球操作的嘛 就把中国的女的 弄到美国来卖银 然后到了美国之后 就把他们的护照给收了 给他们 反正各种手段嘛 上 让他们去卖银 当然这些女的 有的人呢 就自愿了 为什么 你算一下 他这卖银 赚钱很容易的 你赚一次 挣80吧 或者100 他一天搞个10次 接10个课 那一天就1000美元了 那30天 那3万美元了 那得多少钱啊 对不对 毕竟是干这行的嘛 咱 重点不是后面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后面 后面啊我跟你说啊 他一般会面临被美国政府给查了 因为美国卖银嫖章都是非法的嘛 都要被抓了嘛 只有很少的地方是合法的 一抓 这些中国的女的就卖银了嘛 他们就 基本身份就拿到了 为什么 他们立刻向美国政府 向美国说 我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为什么 他说我这个卖银不是我志愿的 是人口走势集团啊 把我搞到美国 把我在美国这边 逼着我叫那个 卖银 让我呢 呼召也给我收了 那没办法 那我只能卖银了 就是 他们 所以他们就可以拿到那个叫 受 受害者签证 美国有一内 有一种绿卡的类型 就叫受害者签证嘛 具体的我不太懂啊 反正就是说 你是属于 刑事案件中的受害者 就是可以的 相当于这女人来美国卖银的 而且呢 顺便把绿卡也给办了 就这样 那你说美国要去抓这些 人口贩卖这种集团啊 上哪抓 抓不到 因为这些人不在美国 这些人可能在中国呢 就是说 他们可能在中国 跟中国的那些女的说 你跟我走这个路 你跟我合作 可能呢 可能有这个倾向啊 我跟你跟我合作 好你到美国你去卖 你去怎么弄 然后呼召我收了 到之后真的被美国政府给抓了 如果没抓到 那我们赚钱 如果你抓到了 正好你直接拿这个半身份 完事了 合法 明白 他这个套路 他是一环扣一环 所以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实际上这些手法 他在他在纳美地区啊 他也他也实用了 他许多也是人口贩卖来到美国卖银的嘛 但有一些确实就是强迫啊 有一些咱们说实在话 确实是强迫 但是许多他是自愿自愿的 自愿的 然后 我在说 我在说这个韩国 韩国女的也 好像对这个事情也比较感兴趣 以前我一直觉得日本人对事情也比较感兴趣 因为AV啊怎么样啊 结果不是 结果在美国这边啊 首先日本人很少 所以没什么现象 在美在美国这韩国的女的卖银的很多 真的 为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我当时住在那个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是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群租房 家庭旅馆的楼下 一个黑人叫了两个韩国鸡 相当于叫 这叫三批啊还是双飞啊我不太懂 两个韩国了 韩国人民 韩国女的好像对这个确实比较 比较开放啊 确实 就是实实上 在这个国际市场啊 你看那个亚洲 你看天天看AV 你以为日本女的天天怎么怎么烧怎么卖啊 这叫日本人倒是不积极 倒是不积极啊 不积极 我再跟你说一个那个 那斯维加斯许多城市 它会有一种叫成人俱乐部 或者说叫 患妻 或者叫 我也不太懂 反正就是男男女女脱光衣服 互相干 自愿了 在那斯维加 在有些地方 许多城市都有 就自愿了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也可以退出 这里面这个亚洲的女性呢 什么人居多的 韩国人 加入这个游戏的 比较多的是韩国人 反而日本女的 哎有点少 一天 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也很奇怪 这等 我再讲一个很好玩的 关于这个移民呢 韩国人在美国开 当卡车司机开开卡车的也很多 很多啊 韩国其实跟日本很不像 我没有去过韩国也没有去过日本 我很不像 他们在美国干的许多事情 很不像 嗯 中国日本韩国台湾 也很很搞笑 也很很有意思 他们在美国干各行各业也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嗯 然后 这个卖营嘛 当然 在中国的话 乌克兰女的在中国卖营也是很多的 很多 我是遇到了 我是遇到的 就是乌克兰女的 乌克兰向世界出口他们的女 女人嘛 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也很悲哀的 很我亲 我不讲说别人我听说的什么什么都扯淡 我跟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 我当时 干过保安之后我不是搞了一 中介嘛 就是上了人力资源 就是给我们那个新上广场造保安 因为我在那边干过保安 后来我一想那我上学没事做那我给人家造保安了 后来那我造了保安 我给人家给这家公司造保安 那我可以给人家 饭店造服务员啊 然后我我通过造大学生服务员然后赚差价嘛 对不对 你说当时我就想了这个法子 后来我也接了单就是那种 私仪 就是一些模特 说白了就是装点门面 因为中国啊他有从小妹妹的传统 他觉得白人呢怎么样就装点门面 找两个白人小姐美女啊 当个吉娃娃那种感觉啊装饰品 说白了 呃 但他们是不是模特呢 他们跟模特搭杆子打不着 但是呢 对外宣称说自己是什么模特啊 因为欧美嘛 就是乌克兰女人她的身材非常好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招人 招人我就认识了他们 认识了他们 乌克兰的女女 乌克兰在中国 我不敢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吧 因为我不可能把在中国的乌克兰的人 女人全部认识 但是我认识的许多乌克兰的女人 在中国 都是满营的 真的 真的 他们许多人办签证 当时是2015年还16年呢 他们来美中国留学 其实留学就是一个幌子 就像中国人来美国留学一样 他们就是可能办个签证挂靠 然后真的就是在美国再去打工的 同样的道理 乌克兰人在美中国留学 说实在他们也不是什么真的留学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打打点黑工 去卖赢或者说怎么怎么说吧 价格大概是多高呢 五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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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餐五千块吧 包业就 我就不说了吧 都是行话 都是行话 有一天我打算你懂得真多 说这个 我在中国经历了太多事情 我在中国经历了你 作为一个人你一辈子都没有经历了 所以有的时候说 大生理真的不成熟 为什么我已经看透了 所以我表现出一种乐观 不成熟怎么样 嬉笑怒骂怎么样 我已经看透了 我我见过太多你 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你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 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年龄比我大 你就觉得我怎么样 我见过太多 但是我见了这么多 我已经什么 我认识到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见这么多东西 而在于人生的平静 淳朴善良 这才是人生的这种本质啊 你不是说你那样的 玩了手笔 那样黑你就牛逼 没有意义的 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的 就我让什么黑社会 大流氓小流氓 没有意义的 什么称兄道弟 那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我见过太多了 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乌克兰嘛 乌克兰人的收入非常低 2016年当时 2015年啊 当时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 我还问了一下 他们在乌克兰 基本上工资是在一百多美元 当时就是一千人民币左右 乌克兰啊 乌克兰的工资一个月一千人民币左右 你想他们搞一次的话 五千人民币 那就是五十五个月的工资了 他们为什么不卖了 咱说的都是实在话 都是可怜人嘛 都是可怜人 都是可怜人 啊 这个 有人一听说大胜利的吗 啊 我在讲一个 在中国 在中国你没有见过的 我一个人 我的一个同事 死掉了 他当时是四十几岁吧 快五十岁的给我的感觉 他的儿子当时 他死掉的当时 那个时候 他的儿子正在上大学 跟我一样 他是二零一四年还是二零一六年死掉了 二零一四年还是二零一五年我不知道 反正是我翻过年上学的时候 就是二月份一般过年嘛 翻过年 然后上学 大概是四五月份 三四月份 四月份左右 他死掉了 我都有他的照片 在我另外一个中国的手机里面嘛 你知道他 所以说人生啊 许多东西我已经看透了 我虽然很小啊 当你亲身亲历一个人 跟你作为同事 跟你在晚上上夜班的时候 跟你一块喝啤酒 跟你一块抽烟 跟你怎么样 谈笑风声 或者说天天吹牛逼 啊怎么样 突然间你发现这个人 没了 就问题是这个人没了之后呢 我跟你讲呢 许多的同事啊 反应呢 让让你就感觉人生呢 就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 我跟你 没有照片 我下次我要再讲 我要用个照片 让大家看一看 当时我跟 我的 我的 几个同事 把他的衣服 给烧掉 因为他 死掉的那个地方嘛 就是我们要把他 上班的那些服装啊 死人的衣服嘛 都烧掉 就是在他 死掉的那个地方 他被撞死了 他被人开车撞死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烧掉 我当时看到 哎 一个人就这么死掉了 你说他的同事悲伤了吗 我看我那些队长 包括一些队员嘛 他们也没有悲伤 嘻嘻哈哈 就说哎呀 就说什么呢 多少一点纸 让你在 在 天堂 多享一点福 多吃一点饭 不要再当保安了 或者说让你 不要再加夜班了 多少一点纸 让你以后 在天堂 多搞一点女人 大概就是说这些话 真的 真的 就是 我在那个 我跟几个前同志 给把他们的那个 把他的衣服给烧掉嘛 当时现场 他们说的真的是这些话 我只有照片为证了 其实我 当时是翻过年 我从头开始说这个事情了 翻过年 大概是四月份左右 我当时正在上学 然后我坐公交车 从 苏州高调区 然后坐到 新上广场 新上广场是 好像有一个叫快线8号 还快线6号 直达 那个新上广场 公交车 我一下去 然后按照正常的套路啊 因为我当时 正在给那个公司 招员工嘛 招保安嘛 也是一小中介 队长呢 也是我原来上班的队长 然后队长跟平时说话都一样 下来先兴王话吧 兴王要交接班嘛 七点钟左右 交接班 夜班人上 白班人下班 然后 在那个 地下室一一楼那种 保安集合的地方吧 一个办公室 几个前同事 几个同事 就是跟被撞死的这个人 保安 曾经上过班的这些人嘛 当然包括我 我当时也在现场 然后队长跟我讲 说 大正 你知道门 门后面的 那个带子是什么吗 我当时一看 我说那是啥 我仔细一看 把我吓一跳 巢子 就是在我们那个 在我们那个地方啊 给死人烧了那个 巢子 纸钱 一落一落的 我当时感到很惊讶 我当真的 我当时很害怕 我当时 为什么去买买这个 因为那办公室好好的 后来后来他跟我讲啊 他说 后来队长啊 队长是一个瘦瘦高高的 一米七五左右吧 一米七五还稍微高一点 但很瘦 就显得很高 然后他就说 你知道知不知道 谁谁谁 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没有记住 忘记了 我现在忘记了 那个被撞死那个人 叫什么名字了 反正我们一般都说 脑高啊 或者说脑里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说人家的姓名了 就说你知不知道 那个人 就是 死掉了 就跟你上过夜班了 我当时很惊讶 很惊讶 我说 我就跟那个 队长讲 我说他不相信 不相信了 我说真的假的 怎么死掉了 本人的反应 然后队长 当时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吧 还有好几个也是跟跟他上过班的人 四五个 那有五六个人吧 也说 然后队长就说 他被撞死了 他被撞死了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说不可能吧 就一个人 就一个人 得白五五的就给撞死了 对 他那个门后面啊 不仅仅有那个巢子 他还有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袋子 就是装他的死人的衣服的 上过班的那种那种 衣服啊 他穿过的衣服 都要被烧掉吧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这很奇怪 我说这么个人 大活人就给装死了 他在哪弄他 他说就在门口 就在心脏光达出去 左轨 上那个高处 被 被一辆那种货车 直接当场就被撞死 撞死就送 医院 然后殡仪馆 然后 就基本上就火化了 就是 就这么快啊 然后队长啊 队长跟我讲了 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队长丝毫没有感觉到那种悲伤啊 你知道 人性啊 真的是 就一个人 在你身边的人死掉了 没有感觉到 一丝一毫的那种悲伤 对不对 真的队长 他的面部表情给我的感觉 没有悲伤 没有悲伤 他反而就觉得 跟我讲 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他跟我讲 不要 不要跟别的队友讲啊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几个人呢 都是跟他一个班的 就是干过的嘛 然后我们就这几个人知道 然后我们就要去把他纸给烧了嘛 后来呢 我们几个人就从地下室出来 去了 我那个同事被撞死了 那个地方烧 烧子 就讲了嘛 有人说 怎么样啊 你到那个 另外一边 天堂 啊 不要再上夜班了 不要怎么弄 不要再打工当保安了 多少一点子 多有一点钱 然后呢 就可以多搞女人了 不要这么辛苦了 天天上夜班 怎么样 类似的话吧 然后 我记忆中啊 因为我记忆不太 我记忆 我当时的记忆 主要是画面感 其实 他们到底讲了什么细节 什么 我当时 我当时整个脑子就有点懵了 你知道吧 就我不相信在我的生命中 在我的工作生活中 一个人 好好的 竟然那么突然间就没了 当时我去看这画面啊 我今天此时此刻我终身难忘 队长是蹲在地上 哨子 我有照片呢 我那拍下来了 我站着 我我没有 我我我烧了 好像拎了 烧了几 一两只吧 我就不再烧了 我就站着看着他们烧 就是我这个 我很悲伤 真的我当时我谈到 我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依然感到很悲伤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同志 就是 你现在死掉了 你在天堂 你肯定看见我 讲这个事情 你跟我一样上过夜班 我虽然 对你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知道你 你跟我一起喝过啤酒 当时的港亭就是 好像107港嘛 那个港亭有两个人 同时值班 我跟他直过班 就是 我们都喝啤酒 然后呢 抽烟 一起聊天嘛 我们是上夜班的 你知道那些同事啊 真的是 把他们衣服都烧完 把他的实质的衣服都给烧了之后啊 人生啊 说白 说没就没啊 你对于这个世界 没什么用的 说白了 你不要认为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关键 你的那些朋友 那些亲戚 在那里 就是烧到烧 烧完之后 几个人就 就离一句 我一句嘛 就说这个 大概我的意思啊 大概我能记得 啊 就说多少一点钱给你 多搞一点女人 就是 不要这么辛苦啦 不要上夜班啦 你来回来就这几句话吧 然后 就把她的衣服都给 都给 都给烧了 然后 在其中好像队长 队长 还说呢 队长话很多 就说这个 好像老李吧 咋 他 真的也很惨啊 真的是惨 一年呢 不吃不喝 就是 省吃俭用 才给家里面带了一万人民币 一年啊 当保安 才带来带回去 一万人民币 哎 真的惨 就这样子 白白的给人撞死了 后来我们 后来我几个同事 就把他给那个衣服 给那个烧完 烧完之后有个高速公路嘛 路边啊 路间 还没烧干净 我们就把那个 就说我们要赶快烧 因为呢 防止交警来查 在高速公路边 在高速路边 你烧着干嘛 地面 然后就赶快走 我们就赶快弄弄 我们担心有火灾 会发生嘛 我们就赶快烧烧烧 还不完全燃烧呢 还没有完全烧完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 数字几个队员啊 把那个直接就推到 高速这个下面 就直接把那个什么东西都推下去 然后推下去之后呢 各 我们各几个呢 几个队员吧 就 回头 回头 回头呢 然后 当时我知道 我久久不能拼金了 我这个人 我感到很悲伤 我感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而且呢 你呢 平时跟你撑凶到底的那些人呢 你活着的时候跟你撑凶到底啊 等到你死了 反而人们会讲笑话 你知道吧 而且在你烧纸给你的时候 是跟你讲笑话的 希望你多给你烧点纸钱 让你多搞一点女人 就这么 人心 人心啊 就这么冷酷 好 来回去了吧 到了地下室 我就聊天嘛 到底怎么撞啊 怎么被撞死的 他怎么弄 怎么弄啊 那个汽车是货车 实际上很神奇 当时队长也跟我分 跟我们讲 很神奇 虽然 就是 你看心脏光厂 它的地图 心脏光厂一出门 一左转 出去左转 就是上了一个快速路 那种 叫高速公路的引路吧 当然它不是真正的高速公路 真正高速公路 你上不去的嘛 你要收费的 在中国 它相当于一种快速路 类似于 而且是个大 大转弯 结果我那个 同事呢 被撞死的同事呢 他骑自行车 他骑那个电动车 他是逆行的 他是逆行 他是在 道路的右侧被撞死 因为中国的道路不是 右侧是走的嘛 靠右行走嘛 但他呢 骑电动车 靠右侧走 因为他觉得 可以抄近路嘛 可以抄近路 但是他走这条路 已经走的很久了 都是有经验的 那 那不可能是 队长当时就跟我说 这个 他说这个 可能就是那人命不好 按道理讲啊 比如说卡车货车 不管你是什么车吧 你在进行大拐弯的时候 你必然减速 因为他被撞了 就是货车 你必然减速 你四个经验 就你开普通的车 你在拐弯的时候 你必然是减速的 你一定是减速的 货车更会减速 要不然他拐弯 他很急啊 当时我那个队长就跟 跟我们讲说 什么的那个人 他要么就是那个卡车司机 故意就要 那货车司机就想撞死人 要么就是他没看见这个人 就这个货车司机啊 他就撞了之后 一下就把人撞死了嘛 撞了之后 他他妈踩刹车 你知道 而且这人他妈没捡书 卧槽 这人他在拐弯的时候 他他妈没捡书 为什么 因为你要捡书的话 比如说你一看到 撞到人了 理论上就是直接踩刹车 必然有刹车痕迹 必然有 但是我们 我那个像我那个保安 许多队长 包括还有什么分队长吧 领班 许多人他们是 有一些人当过兵的 他们是有一些经验 包括也会告诉我们一些防盗啊 一些经验嘛 他当时队长就跟我讲 就跟我们讲啊 不是跟我一个啊 他说 这他妈 这要么就是这货车司机 就没看见人 因为他没有 有一些货车司机赶路嘛 中国嘛 超速啊 就这么没看见人 要么他就是故意要撞 就是这样那种可能性 按道理讲 不可能是这样 因为你看到 比如说你做一个货车司机 你看 哦我撞着就要撞到人了 你立马是踩刹车 你必然有刹车痕 结果那个那个 撞的痕迹呢 不是这样 他是先撞上 撞上之后 那巨大的声音 那个货车司机才他妈发现 才开始减速 因为你从那个轮胎的痕迹 就明显就可以看出来嘛 因为那个地点啊 你那个 你我们下班的那个路啊 很近了 很近了 所以后来我说 我说这是不是他妈的 有人买买凶杀人啊 他妈的 当时后来我这个事情 到了学校 我的一些室友啊 当时我有一个室友吧 好像也跟我讲 说你这个同事 是不是被人给做掉了 我当时一听我 我说也不太可能嘛 可能真的是命不好 可能真的是命不好 就是中国的货车 超速是很正常的 但是中国的货车 你说他拐弯的时候 他还超速过 我说这见过的还真少 现在想来他已经死掉四五年了吧 是让人的生命稍重其身 你不会认为你对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当你离开的时候 当你离开的时候 许多人 可能在你的背后 就笑了 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他结束了 动了悲哀 你说中国这个人啊 真的是 你跟别说他死掉 他死掉很快 很快他就被送 死掉之后 他很快被拉走 送到殡仪馆 因为人直接就撞死 就直接撞死死 到殡仪馆 怎么就是 救护州啊怎么样的 直接就拿到殡仪馆了 然后就火化 火化之后呢 通知家 就是说 就是说要死了 然后通知家人 赶快来领尸首 怎么样啊 然后直接就火化 家人见到的 可能就是骨灰了 然后呢 就队长跟我们讲 队长啊 不要说 队长当时跟我讲说 我们那个老板啊 就是凌晨 就去 就去殡仪馆了 就是说 要处理这个事情了 就赔钱嘛 就肯定要拿钱摆平嘛 所以因为他是下班的时候 被撞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被撞了 就是 我们老板也觉得 可能就拿 就拿钱摆平这个事情 因为这也不是老板的错 这不是老板说 这东西纯属意外 老板据说花了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这个事情发生的是什么呢 让你惊讶的是什么 是我们那个 我那个同事啊 纷纷都说 因为我们这老板好 提到人心呢 就在这价值观说 哎呦 我们这老板好 啊 大家都在说 哎 老板好 赔你二十几万了 真的是 那 那别的老板都不赔 你下班路上 谁叫你倒霉被车撞死啊 真的真的 就我们那个 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队员啊 就讲这样的话 我们老板人真的真的好 哎 别的老板被撞死 下班路上 谁丢你啊 死就死了呗 也不是在在在工作的时候死掉 对不对 还有还有 有的 有的那对就是同事 又又想了啥话说 哎呦 我们老板真的好像赔个二十几万了 公司一个月才两三千 直接给你弄个二十几万 说你这人嘛 已经是四十四十几岁的吧 快五十岁了 我一年净赚了钱 可能就一万人民币 那二十几万 相当于他干 干那个保安 二三十年了 二十几年了 从五十岁干到七十岁 反正人早晚要死了嘛 这么多钱给家人也值了 老板老板也是好人 对 这是我 这是我同事当时的 讲类似的 就他们讲的话 类似这样的话 所以 人生啊 就 我有的时候 我跟 我那个 我有的时候认识一些拍电影呢 跟那个有关的 包括写作的 我说我这个故事啊 以后可以拍成电影 真的 真的 以后可以拍成电影 平时活着的时候 天天趁兄道弟 天天喝个啤酒 或者说晚上啊 上夜班 还那个 对讲机 还互相聊天 喝酒 因为我们还会 就是轮流嘛 去喝酒抽烟 然后吹流鼻 平时还怎么样 怎么样 这人死掉了 要说了什么话 可悲的中国人呢 可悲啊 拜拜 拜拜